其實我一點實力都沒有 我是偶像派的 大家都知道白賴有時候會講一下歷史 古代人確實是文風純樸生活簡單 有時候會想 你說如果現代人憑借著我們的知識和對歷史的了解 時空穿越回去古代就玩完 的確有很多電視電影主題都會玩一玩歷史穿越 如果真的有時光機不小心回去 我們會變成怎樣呢? 讓我們發揮一下科學和歷史的力量來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首先我們先選個時間 現在是2016年 取整一千年前去2016年 那一年是北宋宋真宗大宗長復9年 年號是怪的 這一年都算四海升平沒什麼大戰亂 宋真宗又算是出名的好皇帝 看上去不錯 就出發去2016年 等等出發前要想清楚 如果你是一個都市人 我有理由相信你是居住在一座高樓大坑內 如果這樣穿越回到2016年的同樣位置 那你最多只能夠體驗3秒鐘的過去時光 因為你將會達死 那落一樓應該沒什麼問題了吧 都一樣很難說 視乎你居住的地段 如果你在填海地區又或者河岸附近 一千年前的河海岸線土貌狀況大有不同 都是走入內陸是安全一點的 但即使你走入內陸 都不保證你不會有事 我們的城市道路是不停地往上捉的 在杭州市區內 有一段是南宋保留下來的古代道路 可以清楚看到 現代道路的地基來古代 將近有一兩米的差距 想不跌傷的話 都是走上山安全一點 好了 終於穿越成功了 唉 空氣都靈寫清新一點 第一件事呢 把你的手提電話、鎖匙全部丟掉 這裡沒可能用到的了 那銀包呢 可以裝銀紙吧 在宋真宗的時候 四川的膠紙 不是那個膠 是唯一通用的紙幣 但都不算國家發行 直到南宋才有比較正式流通的紙幣 匯紙 在這時候如果用你銀包裝碎銀銓錢 很難塞 扔掉它就算了 如果你是近視過 最好都別戴眼鏡 免得被人以為你是怪物 最重要是快點把你身上的T恤牛仔褲換掉 在這裡太潮了 在無車、無馬、甚至無路的地方 你很不容易走到附近一個漁村 有戶好心人家勉強聽得明白你說什麼 收留了你 你現在要面對的是 你是不會有機會喝到可樂 吃到薯片 普通飯都難求 甚至一杯乾淨的水你都未必喝到 那時候沒什麼過濾或殺毒系統 你喝的多數都是井水地下水 不過放心 沒有工業污染 是清新一點的 吃得粗都不緊要了 那我怎麼洗澡 洗澡? 這些有錢人的玩意你玩得起嗎? 中原人比較有錢 但都是三日一洗頭 五日一沐浴 五日不洗澡? 南方直到明朝都是村河地區男女共浴 好像挺正 但是一年四季都是沖凍水糧 在宋台有出現收費的公共浴場 不過你這麼窮 算鬼數 沖完糧 怎麼刷牙? 你幸運 牙刷是出現於北宋的中業 你趕得上刷牙的年代 雖然是叫做牙刷 其實都是用竹木做餅 另一端直上馬尾 牙膏一般是用清鹽、藥材和魚骨磨製成的牙粉 拆完牙 上磨得屎怎麼辦? 整個大地都是你廁所 如果你真的要用茅廁都可以 但最好不要在晚上磨 因為分分鐘觸火燈光分暗跌死在茅坑裡 一般茅廁都會見在豬欄的旁邊 因為要同時處理豬的分別 屯翅合一 所以你磨的時候 其實要忍受巨大的惡臭 磨完之後當然就沒有水沖或洗手 就要用茅草覆蓋在上面 所以就是這樣叫做牙刷 什麼?抹屁股? 有這麼奢侈? 古代人色紙如命 紙又貴 而且紙是讀書人之寶 除非你很有錢用斷籌 否則就要用瓦片、木片、竹片或樹葉來抹屁股 而且你還要抹到元朝才有機會用紙 因為元朝好討讀書人 但你一身好本領 回到來沒理由要屈就在小漁村度過一輩子 大丈夫馬格果師不創一番事業怎行? 更何況你現在的情況就好像知道 綠合彩將來開啥然後回去買 沒理由不買 幾大都要衝出去 宋代的廣東 不,當時是不叫廣東省的 是叫做廣南東路 最繁華的當然就是廣州 廣州乃是宋代中業僅次於全州的第二大港口 不過比起中原來說 這裏都算比較窮 不過怎樣也好 第一集向廣州出發 下一集歷史認真Mode 再和你看看廣州當時是甚麼生活 啦